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福 对不起 虽然你奶奶不是我直接害死的 但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来奶奶去世那天 小雅见家里没人 便约孙皓过去优惠 两人正干柴烈火时 奶奶从外面回来了 她看着天快要下雨 便把院子里的衣服收好叠好 奶奶来到小雅门前 准备推门进去放衣服时 竟然听到了小雅与孙皓的苟且 奶奶气得使劲砸门 小雅和孙皓出来后 奶奶开始责骂孙皓 小雅满不在乎地说是她主动的 奶奶痛心疾首地骂道 孙皓马上就是你姐夫啊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对不起你姐姐的事情 小雅说奶奶你就是护着小福 她又不是我亲姐 再说她跟孙皓哥又没登记结婚 我抢了又能咋 奶奶气得要打小雅 小雅肯定不甘愿被奶奶打 抓住了奶奶的手 结果推丧间奶奶脚没踩 稳摔下楼去 孙皓和小雅赶紧下楼看奶奶怎么样 发现还有气 小雅便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 一边让孙皓赶紧走 不幸的是奶奶送到医院后 就停止了呼吸 事后小雅与孙皓商量好 一口咬定是奶奶自己摔下楼的 孙皓怕给自己惹麻烦 对着是守口如瓶 即便是后来她与小雅的事情闹开后 爸妈找她要钱时 她都忍住没用这个来钳制小雅 听完孙皓的讲述 我双手攥紧了拳头 咬牙切齿地说 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孙皓说 我原本想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 可一想到你不计钱 闲救了我 我心里就产生强烈的负罪感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但我必须向你忏悔 原来做坏事真的会遭报应 医生说我得了心衰 很严重 你是学医的 知道这是个什么病 我狠狠打了孙皓一耳光后说 我真后悔自己救了你 我根本没心思吃晚饭 冲出医院大门 打了量出租 往那两年不曾回过的家奔去 院门没有锁 我静止闯进了客厅 小雅正在室婚纱 爸妈在一旁眉开眼笑 妈妈一见我 立刻冷冰冰地说 你跑来做什么 我压根没搭理她 而是直接对小雅说 小雅 奶奶到底是怎么死的 小雅一听这话 眼神里闪烁出一丝惊慌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说道 你是在考我记忆力吗 谁都知道 奶奶是不小心摔死的 妈妈一听 这话气呼呼地说 你把过去的事情翻出来干啥 我说 孙皓今天把奶奶去世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我了 原来奶奶走的那天 她发现了你和孙皓的苟且 就在教训你时 与你发生了推嗓 结果失足摔下楼去 所以奶奶的死跟你脱不了干系 小雅脸色大变 急忙辩解道 胡说八道 是奶奶打孙皓 孙皓把奶奶推下去的 我那时对孙皓有感情 不认她有事 所以没告发她 我说 如果真是孙皓 她肯定绝口不提这件事 为什么会在两年后 跑来告诉我 她冤枉你有啥好处 小雅说 她肯定是不服气 赔偿了我们十万元 不服气 我跟她分手 为了报复 我诬赖我的 我说 如果孙皓真是为了报复 当时就应该诬赖你 何必拖到现在 你敢当着奶奶的一项发誓 你说的是真话吗 如果你撒谎了 就罚你到一辈子的眉 小雅说 荒谬 我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你要说是我害死奶奶 请拿出证据来 爸爸不淡定了 她严肃地问 小雅 奶奶去世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妈冲爸爸嚷道 你疯了吗 小雅是妈的亲孙女 怎么可能害妈 你怎么能不相信自己的女儿 跑去相信外人 肯定是孙皓 那混账干的坏事 小雅你也是孙皓 害了奶奶 你咋还瞒着 还帮着她求情 让少赔点钱 早知这样 我得把他们家的家点掏光 妈妈又扭过头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桑门星 若不是你招惹的孙皓 家里哪里会出事 我家快要办喜事了 你就不要再带来晦气 赶紧滚 望着眼前这位 我称呼了二十多年的妈妈 我心里直犯恶心 我说 人在座 天在看当心报应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再回出租屋的路上 我的脑子里不停地 浮现奶奶的音容笑貌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顿时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凭什么干了如此 大逆不到知识的小雅 还能嫁给富二代 去过好日子 我绝不能原谅小雅 我要狠狠地收拾她 我要为奶奶讨一个公道 晚上 我躺在床上思考 该如何去报复小雅 我想去勾引她那位富二代未婚夫 可自己真没那手段 我想去找她未婚夫 把她的斑斑劣迹来个竹筒捣豆子 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而且对方还有不介意小雅过去的可能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心底传来一个声音杀了她 对小雅害死自己的亲奶奶 还不知悔改 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然而我还是犹豫了 小雅毕竟是奶奶的亲孙女 是奶奶的血脉 如果我杀了她 奶奶更死不瞑目 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翻来覆去 直到天快亮了 才迷迷糊糊睡着 第二天的手术 排得满满的 早上八点半 第一台未切除术准时开始 我把手术刀递给主刀医生萧凯后 看着她把病人的肚皮划开 鲜血冒了出来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 小雅的脸被手术刀滑得稀巴烂 而我在一旁痛快地笑 正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萧凯在叫我的名字 我赶紧清醒过来 把止血前递给了她 手术顺利做完后 也在手术室忙活的护士长 把我叫到一旁 历生质问我怎么能在手术 这样重要的时刻走神 我知道是自己不对 连忙低头认错 后来满怀心事的我一个人去饭堂吃饭 刚坐下 萧凯就端着盘子坐到了我对面 萧凯说 小福 你遇到啥问题了吗 怎么魂不守舍的 这可跟平时的你大不一样 我说 谢谢关心 我就是太累了 萧凯说 明天是礼拜六 咱俩都休息 我这里刚好有朋友赠送的游乐场的票 我们一起去放松一下好不 我说了句不用了之后 就端着盘子走了 萧凯是外科骨干 据说是跟前妻离婚后 才从省城医院调来我们这里的 萧凯来了后没多久 就对我表示了好感 而我拒绝了她 并不是因为她有过婚史 而是我俩的学历 家庭背景悬殊太大 我不想高攀 审思熟虑之后 我已经想好怎么复仇了 不过需要孙妃的帮忙 下班后 我联系了孙妃 要她帮我打听小雅 未婚夫的情况 以及她们在何时 何地办婚礼 孙妃的表妹跟小雅是闺蜜 所以孙妃很快就把信息给我了 我的计划是 在小雅举行婚礼那天 我要拿刀挟持她 我要逼着她当着众人的面 把害死奶奶的事情讲出来 我要她遭受世人的唾弃 至于我自己的行为 我甘愿接受法律的制裁 礼拜六一大早 我就出发去了牧园 在奶奶的墓碑前 我哭诉了自己对她的思念 还把复仇计划和盘拖出 我说 奶奶 您别怪我对小雅痛下狠手 这是她必须接受的惩罚 孙妃你千万别犯傻 犯法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做 萧凯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我说 你居然跟踪我 萧凯说 我见你情绪不对 估摸着你肯定出了什么事 便拜托和你一起住的同事 打听你今天去哪里 得知你要去祭拜你奶奶 便跟着来了 萧凯 我没想到 你从小到大受了这么多委屈 但这绝不值得 你拿自己的自由 前途去报仇 我说 这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萧凯说 我对你的心意 你是知道的 就算你不做 我女朋友 我也不能让你以身犯险 我说 我只是逼他讲出真相 又不真杀他 萧凯说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 这样持刀胁迫人 网严重的说 是在犯罪 而且没有人证 物证 就算你逼你妹妹 讲出真相 也不能将她定罪 我说 那我能怎么办 我奶奶 我最爱的人 无端惨死 我不给她报仇 我心不甘 我本来还想杀了小雅 要不是看她是奶奶的亲孙女 我绝对与她同归于尽 所以小雅死罪可免 但活罪难逃 我一定要让她当着众人的面 亲口向奶奶的在天之灵认错 萧凯说 你如果执意这样做 那我就把你的计划告诉给你家人 让你没有机会下手 小福这个世界上是有报应的 你看你前男友不是得了 急性心衰 你耐心等待好吗 我说 我已经没耐心等老天收拾小雅了 萧凯说 反正我会盯着你 你就别想干傻事 看着萧凯那认真的模样 我觉得自己必须以退为进 于是我在嘴上说 一定放弃复仇的念头 但在心里已盘算好 婚礼那天还是按原计划行动 在我的急切期盼下 终于到了小雅举行婚礼的前一天 那天是周五 我忙完工作后 正准备回家时 护士长突然要我周六来加班 说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 我猜到了 肯定是萧凯在搞鬼 他要让工作拖住我 我跟护士长说好话 请他安排别人来 护士长说 咱科里护士就你没有任何牵绊 你就发扬下奉献精神了 萧凯太小瞧我了 我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改变主意 周六一大早 我就装病 跟护士长请了假后 就往小雅举行婚礼的酒店跑去 当我到达酒店时 没想到萧凯早在那里等着我 他说 小福 我劝你还是把报酬的念头打消 我批了命也要阻止你 我没好气地说 你烦不烦 阴魂不散 正在这时婚车到了 新郎扶新娘下车后 两人欢欢喜喜走进了大厅 我望着小雅的身影心想 你现在尽情地笑吧 等一会婚礼开始了 我会让你哭 谁知萧凯一件新郎的模样脸色大变 然后跑到一边去打了一通电话 过了一会儿 萧凯回来了 他十分严肃地说 小福 你今天的行动还是取消吧 我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报酬办法 我问 你能有什么好办法 萧凯说 世界真是太小了 这新郎是不是叫无量 他是我初中同学 我刚一演就认出来了 他不仅不是什么富二代 而且烂赌成性 欠了不少钱 为了还债还四处行骗 我估计他是看上了你家的拆迁款 所以才冒充富二代来追小雅 然后四季骗钱 我刚特地问了一圈同学 确定他欠钱是事实 萧凯接着说 多行不易必自毙 小雅做的错事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所以派了个渣男来收拾他 现在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 只用到时看他的报应就行 这报应可比你在婚礼上 逼他说出真相解气多了 我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 萧凯说 千真万确 如果我骗了你 就罚我当一辈子单身汉 我没告诉过萧凯 小雅的老公叫无量 而且从刚才萧凯一系列的反应上看 他的确也不像是在撒谎 所以我决定赌一把 暂且放过小雅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一边上班 一边等待着我期盼的结果 三个月后 激动人心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孙飞说 小雅倒了大霉 她找的那个父二代老公是个骗子 家里分得的拆迁款 全被骗走了 小雅和爸妈被骗后的境况 很惨 家里的房子没有了 钱也骗光了 他们只好去一个城中村里租了监民房住 小雅的老公在钱得手后就逃之夭夭 于是债主纷纷上门找小雅 要钱 小雅想离婚都找不到人 天天在家哭 爸妈为了躲避债主 只好带着小雅去南方 投靠在那里开餐馆的亲戚 爸爸在离开之前来医院找了我 想问我拿点钱 爸爸说这些年她和妈妈的确委屈我了 小雅也的确干了太多的错事 不过她希望我看在奶奶的面上帮她一把 我拿了五千给她 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爸妈带着小雅去了南方后 我又去奶奶的坟前拜祭她 向她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 望着墓碑上奶奶那微笑的脸庞 我发觉自己还是那么的难过 因为无论我做什么 无论害奶奶的人遭遇到什么 奶奶永远都回不来了 至于萧凯 我从心底里感激她 如果没有她阻止我 如果我在婚礼上失手伤了小雅 那我说不定正在吃牢饭 经过慎重考虑后 我接受了萧凯的追求 成为了她的女朋友 半年后 萧凯和我在外面吃饭时 碰到了她的两个初中同学 大家便坐在了一起 萧凯去卫生间后 我突发奇想问起了 无量 谁知萧凯的同学纷纷表示 初中同学里压根就没这人 我顿时意识到 萧凯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在我的逼问之下 萧凯承认 萧雅举行婚礼那天 她本来想用暴力阻止我 然而在酒店门前看到了 新郎的名字后便灵机一动 编了无量想骗钱的谎言 萧凯打算先糊弄过去 然后慢慢开解我 谁知无量还真是个骗子 萧凯就这样误打误撞地 蒙混了过关 得知真相的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说 你怎么能撒谎骗我呢 如果无量不是个骗子 那我的报复小雅的绝佳机会 就失去了 萧凯说 我当时想的是 宁可让你恨我 宁可这一辈子都追不到你 也不能让你干糊涂事 现在既然被你拆穿了 我也遵守诺言 回去继续当我的孤家寡人 我狠狠地捶了他一下 然后忍不住笑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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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